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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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小英主席就定位嘛 就是国际变局 你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今天继续跌啊 你实际上去英进场还是护不住啊 还在跌啊 明天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再跌个三天 你试试看 股民全跑完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太好了 继续跌啊 可是我实在不大了解民进党的逻辑 像欧金柱就在那边骂他说 哎呀 你看你现在今天进场啊 股市不可以逆势而为啊 这个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的 那要对 那我请问你 民进党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吗 民党 你应付这个股市不是也是拿政府基金扎下去吗 然后我最不能够接受蔡英文 就是蔡英文 你可以在旁边说实在啊 反正你这边说风凉话嘛 可是蔡英文讲些什么东西啊 她讲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发挥我们的在地经济啊 让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产业注入什么新的火力 这个我想请问 怎么用在地经济来救现在的这个股市啊 这个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因为蔡英文她是说她对财经非常的内行嘛 但是现在是不是 我觉得股民会怎么认为 这一点很重要 诚长你觉得大家是认为这是天灾吗 其实基本上你看那个礼拜六有个报纸做的民调 六成的人觉得在观察 要用听 接受专业的判断 其实是有一些人哇哇叫说希望政府赶快互盘 因为那资产缩水每个人都怕嘛 可是大家都知道嘛 这一次确实是马无能 而且马无赖 可是这个马叫做欧巴马 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国呢 耍无赖嘛 把全世界拖下水嘛 所以欧巴马快乐过生日嘛 可是这个状况的时候 蔡英文犯了一个最大错误 她其实这次证明了 其实这件事情啊 现在其实是马英九有完全的主场优势 因为大水来了 大浪来了 你这个时候你还在想说 我将来要怎么盖堤防 没人甩你啦 你要立刻处理 这个时候只有执政党的责任 执政党有绝对主场的优势 你在野党 你蔡英文就算当选是明年520以后 那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主场优势 也有主场的劣势哦 那就要扶起责任嘛 可是所以蔡英文这次是让人家看到她连陈水扁那个没有国际观 英文都讲不出来的人更差劲 921大地震的时候 陈水扁那时候马上开会啊 基本没安装 就陈水扁马上下令 陈水扁虽然出来他有没有做到 没关系 但是他至少忍得比宋楚瑜当年还忍住 我们休兵一个月 让连战去救宅 921大地震大家记得 所以蔡英文你这个时候 你会给人家看到了 你有没有人力处理不知道 你连省时度视 现在这个云面都不清楚 所以你蔡英文的国际观 和那个对省时度视的人力 连陈水扁都比你一样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时间 就是大家会观察说 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 是希望朝野之间不要再吵架 至少你们大家合作 能够把这个危机 如果你还能贡献一点 那当然更好了 至少你不要像是扯后腿的感觉 那但是蔡英文是不是讲的也是 有些道理也讲到了大家的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妈咪我最行啊 蔡英文讲了 他说马政府缺乏因应国际财经变局的能力 也缺乏全盘的因应策略 不能够只看单一的事件来做反应啊 甚至束手无策 整体来说马政府经济事务的能力 令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忧 股票跌了四百多点 如果我们选错总统继续四年看不到未来的日子 政府不该只会信心喊话 应该要正视台湾经济的结构性 要强化整体经济的体质 针对基本面根本性来处理现在面对的情况 应该发展在地经济 不能够对中国过度的依赖 来提升台湾的竞争力 面对全球的股灾 这是小英主席面对这一次的股灾 他所做的一个说法 怎么样 校长 你 这个如果在民主党执政把这些改成贬政府的话 我觉得也蛮严重 就是说现在我们客观的比较了 马政府执政以后的国民所得 包括经济的活络跟贬政府来比的话 是比较好也是比较不好 这是客观的数据嘛 整体而言 那就很简单了 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他的财经事务能力怎么样 要举出来 而不是说遇到一个事情以后来讲这些话 那会被人家看破手脚 第二个 我觉得真的是 不能够让一般的民众错误的以为 这个欧巴马的马跟马英九的马是联合在一起的 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 政府不应该只会信心喊话 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 像我今天又买股票了 好 校长 我勇敢 四百点的时候就买 后来拉上来 为什么你知道 第五大基金 为什么你知道 我觉得这是马政府的回应事件 我是给他打蛮高分的 第一个 韩国今天曾经有一度停止交易 后来有人马上希望我们政府也马上缩小跌伏 我们政府做客观的分析说 目前还不至于这样 雷曼兄弟也好 美国金融海啸 是真正的倒下去以后 全球这些债务是一连块的骨牌 现在只是美国的性贫被降等而已 客观来讲 这次的情况并没有像雷曼兄弟 像金融海啸那么严重 政府有没有针对这个来对全民说明来做稳定政策 有 然后再来呢 如果今天一下子说要缩短跌伏的时候 会不会引起像金融海啸的时候的恐慌 缩小跌伏就连叠十字给你看 这个会造成更大的恐慌 所以你看 校长讲话大家有听了吗 对不对 听了校长的话就带你上天堂 所以 校长没有丢笔 校长没有丢笔 所以校长看 我们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股灾 其实有很多的面向 当然它有很多的层面 我们如果从政治 这次的股灾 对政治层面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 确实它再跌个 你还是没有办法止跌的话 对马政府是不是确实一定会有影响 而蔡英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马政府你无能 尤其在国际经济问题上 你是无能处理的 这个定位会不会成真 我觉得马英九在过去三年多里面 我觉得最成功的就证明它在国际经济 或者是外交事务上面 我觉得它确实给台湾了一些不同的面貌 让台湾脱离了过去几十年的那种恶性的泥脑 所以现在蔡英文在做这些叙述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时间点不对 其实大部分现在的情绪都不会太好 那你在这个时候只不过是 人家的伤口上面在撒盐而已 不见得会讨到什么便宜 老说蔡英文讲的这四点里面 除了最后一点以外 其他的都是空到不能够再空的话 有吗 除了除了就是说最后那点发展在地经济 不能对中国过多依赖 是他一直在讲的嘛 但是这一点最最少是比较明确的在讲一些东西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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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经典的句子就是 强化经济体制 针对基本面 根本性 处理现在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在在谈这些事情的语言上面来讲 已经 已经不是空洞 而是非常的八股了 就是非常非常 就他今天出来讲 你会不会觉得说 因为蔡英文 我们就会信赖你说 觉得你 会跟马英九政府不一样 你会有能力处理国际经济问题 就是说 今天刚刚要说发展在地经济 不能对中国过度依赖 老实讲 今天台湾如果说相对而言的经济体质 比欧美要来的好一些 是因为我们的两个引擎里面 有一个引擎在中国大陆 这一点至为重要 就是2008年我们能够走过 相反的 就是 如果说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台湾有两个引擎的话 今天如果说的引擎都是单引擎 靠着欧美市场 你可以想见今天台湾的情况 会是多么的可怕 这几天 然后如果明天还不能止血 那下去的话 政治效应还是很强烈的 对 其实我觉得 他能不能短期内止血 谁都说不定 因为这个整个是国际金融 互相骨牌的效应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势 对于所有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是只有对马英九 都是非常严峻的难题 那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感慨 就是其实这次标准普尔 他会去降美国的债性 最主要其实就是一个当头棒喝 就是你政党恶斗嘛 对不对 你过去大家都讲 其实美国调 就调高他的财政赤字的丧线 调过很多次 过去有没有这样明白啊 并没有啊 为什么他这次降 他后来就讲说 你未来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而且呢你的政治 就是说你的政党也没有办法让人家信任 我觉得今天回过头来看台湾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股灾 如果说现在大家都只是在说一些政治的口水的话 我觉得我们跟美国有什么两样 有什么两样 另外我必须要讲 像昨天 立刻就开记者会 就是由肖万长召集这个所有的财经部会 所以大家一字排开啊 肖万长啊 彭怀南啊 陈冲啊 那也许这些人 有人在民进党职制的时候当官 但是 事实上他们全部都是国民党籍的 你蔡英文想找个财经部手 到现在在哪里啊 所以你怎么说 我现在最新 我能够因应国际金融的情势 你的人在哪里 所以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现在想说马英九没有能力来应对国际的经济的变局 那蔡英文有没有 马英九的团队排出来是这样 我们觉得烂到家 没能力 蔡英文团队排出来 大家会觉得说 哇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有吗 我们待会儿去